小三恫吓小四 搞垮CIA局长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佩吹斯被爆出外遇由小三上周五辞职下台 没想到现在竟然有个神秘小四 纽约时报及华盛顿邮报昨天都引述多位官员的说法 表示联邦调查局追查佩吹斯起因于两个女人 FBI几个月前接获一名女子投诉 说她被大批电邮骚扰 调查后发现信件都是从佩吹斯的私人信箱寄出 原本担心她的信箱遭害恐怕危害到国家安全 追查后才发现是布罗维尔所寄 官员表示从信件内容看来布罗维尔认为对方是小四 两个女人颇有争宠异味 但官员没有透露投诉女子身份 只说她不是佩吹斯的妻子 佩吹斯六年前在哈佛演讲 小三布罗维尔因此跟她认识 之后她决定以佩吹斯的生涯写论文 时常去贴身访问佩吹斯 佩吹斯多次让小三到她的办公室访谈 之后她担任美军驻阿富汗司令 更为布罗维尔安排阿富汗之行 还让她搭乘军机 去年9月佩吹斯自陆军退役成为中情局局长 布罗维尔曾想结束这段相差20岁的婚外情 但佩吹斯不愿放手 动新闻综合报导